还要来关心到在屏东最近出现了新的诈骗手法 有餐厅业者接到民众电话说要定位 除了定位之外还要帮忙来代购高档的红酒 虽然业者说呢虽然民众说会汇款过来 要业者先带电 但是有业者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因为对方提供的资料都是简体字 再加上这个金额不算少 怀疑是诈骗 现在要提醒同业们要多加当心 简体字看起来就很可疑了 后问提醒要餐饮业的朋友小心 因为疑似诈骗集团出没 要订30个人 当天也要开9000块的桌菜 说可不可以先帮他带定20箱的红酒 那个钱没有问题 我也跟订金一起会给你 大呼上门明明是开心的事 但生意做久了 这订单直觉秀出不对劲 业者说日前有客人打来订桌 挑高单价桌菜 还要他们帮忙带定红酒 指定款台湾找不到 给了指定酒商联络方式 要业者先帮忙汇款 尽管说会跟桌菜的订金 一起会过来 但过程中好多疑点 动辄十几万不敢冒险 像这样的订单 还不止一间餐厅收到 惯用手法假装团体聚餐 向餐厅大量订餐 取得信任 目的是要业者帮忙汇酒前 还好业者警觉性高 但担心同行受害 彼此提心扫心 记者苏世伟屏洞报道